他现在什么都有了 我觉得我父母不会再反对我们了 四年前 伊宁和小雷大学毕业 家境普通的小雷刚毕业 无彻无妨 他们的恋爱遭到了伊宁的父母强烈反对 而向往小康生活的伊宁 不顾小雷的挽留 狠心放弃了这段 持续了四年的大学爱情 那么今天 伊宁为何又要向四年前 被他狠心抛弃的前男友小雷告白呢 就在前不久 我们公司调来了一位新的部门经理 我真的没想到居然就是他 我觉得这就是缘分 你说他现在什么都有了 他有了什么 有房吗 有 有车吗 有 他要是今天还什么都没有 你会来向他告白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和他分开的这四年的日日夜夜当中 可曾对他有过思念 思念是肯定有的 那你这四年有没有谈恋爱啊 有 只是相亲对象而已 但是没有谈恋爱的 没有一个好的吗 最后的这个条件很好 那怎么没在一起呢 本来之前我们是订婚的 因为前两个月在公司 见到小雷之后 我可以放下一些东西 然后重新和他在一起 所以我也是为了上这个节目 把婚给退了 你把婚给退了 对 你们订了婚吗 订婚了 你觉得你今天胜算有多大 如果是按照他在公司和生活中 对我的那种好感的话 我觉得我是可以成功的 他对我很好 我记得有一次 他送我回家 送我回家之后 一直等到我到楼上 把灯打开之后 他才走 然后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说每天工作不要那么辛苦 我真的很心疼你 我觉得当时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我觉得他还是喜欢我 总而言之 他在回来了之后 丝毫没有抱怨你 当年对他的绝情 反倒是一直以来特别关心你 使你有了告白的勇气 到这儿来了 你的这个前男朋友有女朋友吗 该是没有的 因为我给他发信息 或者私下交谈的时候 他都没有说他有女朋友 而且公司的同事也不知道 我们八个人猜一下 如果觉得男生会来 用感叹号表示 如果觉得他不会来 反之用问号表示 来 大家好 我叫小蕾 这个是我的微分期 大家好 我叫小娜 什么意思 今天我来 其实就是想和一宁把话说清楚 因为 你说清楚干嘛要带人来 因为他之前给我打过一些电话 然后发过一些信息 然后我微分期都知道 所以我来这儿就是想把话和他说清楚 然后也让我和微分期放心 我想问一下你 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告白的吗 知道 你去他们公司是你选择的 还是公司工作安排 这是公司上面的一个内部调动 然后遇到伊宁 我也觉得挺意外的 但是问题是你还关心他呀 他说 我觉得只是上下级的一种关心 那不上下级关心 根本要送人家到家呢 还等人家灯都关了才走呢 这是一个作为一个男性 基本的一个 一个绅士的问题 你觉得一个一个正常的男人 会给钱扭发这种 我心疼你这样的关心吗 试试谁都会误会好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你作为一个上司 你去关心下属的话 如果你不关心 他怎么会努力工作呢 上司对下属的关心 更多的是对他生活当中的照顾 你伤不伤心啊 你身体舒不舒服 没有谁说心疼这两个字的 如果一个男人 真的不喜欢一个女人的话 他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 去对他好 如果只是朋友的话 如果只是上司的话 真的没有必要做那些 让别人误会的 暧昧的举动 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他 你有女朋友呢 今天这样给他带来 一个如此大的意外 我之前也有给过他暗示 但是可能他没有理解 你给过他什么暗示 就是一些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 而且生活得挺好的 我从来都没有感受到过 我在想 我没有那么多的同学 我每年都会同学聚会 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 你有女朋友了 为什么你要把你的女朋友 隐藏起来 然后今天让我误会 因为咱们每年同学聚会 我都没有参加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我 你可以跟我说清楚 你可以直接拒绝我 没有必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当中羞辱我 我今天之所以有勇气和你表白 就是因为我后悔了 我只是想跟你当个牵制 你接不接受我 结果我都已经不在乎 可是 所以我 我现在 我觉得 真的不一样了 四年之后 他们人都不一样了 真的 我估计我现在只能跟他对上话 我只能跟他对上话 你做何感受 我们俩都是无辜的 对吧 我问一下小雷的现任女友 你的男朋友应该是准账的 跟自己的下属发短信说心疼你 你觉得这个有没有欠途 可能我觉得他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了 可能也有一点 就是 就是你认为不妥占可以理解是吧 对 是 是的 你就不怕旧情复燃 我害怕 那你想怎么办 我今天来就想看看小雷对他的态度 对我的态度 就今天你男朋友把你带到这来的这种举动 这种向他来说明的这种方式 你作为女性 你作何感受 会不会有点太残忍 因为 英宁总是跟小雷发信息挺暧昧的 已经影响了我们之间的生活 所以我过来 也是希望能 就是让 捍卫自己的爱情 你们俩什么时候人生 大概一年前吧 那你怎么看 他的前任 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 跟他说分手的事 我觉得可能 还是不够爱他吧 还是不够爱 这我希望你能就是忘记过去 女孩子比较实在 挺善良 也不愿意伤害 一宁 内心也说说自己最真实感受 我觉得男生有点装复 这有一点我那么明白 是小雷 你完全可以在生活当中约他吃顿饭 三个人见个面 为什么要在这 三个人见面 其实今天说实话 我是不想来的 是我 未婚妻 她鼓励我来的 因为我看过咱这个节目 如果真的不来的话 我觉得 当门打开一个 风当当的 我觉得 她可能会很伤心吧 你是意思是说 你不来 你心有不忍 所以你来 但是你有这么残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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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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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